四年一度的全运会体操比赛顺利收官 14个项目的奖牌各有归属 共有10个代表队获得金牌 其中广西队以三金一银一同成为最大赢家 全部的14枚金牌当中 广西队夺得三枚 江苏队和广东队分别有两金入账 北京 山东 辽宁 四川 福建 上海和湖南各得一金 老牌竞旅江苏南队和卫农冠军广东女队 顺利拿下全运会团体冠军 展示了体操强队的自信和风采 因为失败了以后不气蕾 赢了也不叫骄傲的 所以说已经比出这种精神出来了 只是后面还有很多的 他们像年轻的还是需要一些实战的经验 还有更多的一些调整 很多的训练 还是不够扎实 后面再为我们江苏队继续吧 夺负不易 未免更难 范逸林的高低杠 刘洋的吊环 温浩的安马 黄明奇的跳马 和邹靖元的双杠都蝉联冠军 这四年间 选手们大都经历过伤病和低谷 也诠释着坚守的意义 每一次就是再坚持不下去的话 其实我就是看到你们在多想看我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也会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后呢能多一场就多一场 其实觉得比方奥运会之后 这次比全员会心态什么的都感觉更好一点了 对 这也是第二届了嘛 第一届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 第二届的时候其实相对就是不管睡眠啊 还有就是活动什么的 感觉信心的还是经过年龄的变化吧 还是有一点变化 这次全员会是一次圆梦之旅 四年前在天津 北京小伙肖若藤因两度吊杠措施全能金牌 经过四年的磨练 他最终凭借稳定的发挥 问鼎全能 弥补西年的遗憾 在赛场上的表现越来越成熟大气 因为在全员会前就问我嘛 然后我说我的目标就是想拿到一枚金牌 最后也是做到了 尽管最后的单项 这一共四项 没有拿到说金牌 或者说再次站到领奖台 但是我觉得拿到 可以拿到一枚金牌 已经是对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回馈了 我觉得对北京代表团 包括对于广大的体操迷们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回馈 全员会见证了新人的崛起 湖南小将张伯恒与广西小花 韦小元都是本届全员会 涌现的新兴代表 张伯恒拿下团体全能银牌 和自由操铜牌 韦小元夺得女子全能冠军 和高低杠技军表现亮眼 展现潜力 全员会的舞台 也是世界大赛的练兵 下个月他们将亮相 日本北九州市井赛 开启世界大赛首秀 当然失落或者遗憾 都是会有一点的 因为毕竟我前两年才拿到第二 我今天又拿个第二 而且分差都是非常小的 只能说路还长吧 一步一步走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次全员会还是挺开心的 就是来之前没有太想的要成绩 主要就是锻炼一下吧 第一次参加国内 就是这么大的比赛 然后自己本来比赛经验也比较少 然后就是对这段时间的训练 做一个反馈吧 然后还是收获很多的 自己也挺满意的 全员会也见证了老将的谢幕 为中国男团拼搏多年的 30岁老将邓书帝 以一枚自由操银牌 和一枚单杠铜牌 精彩地结束了自己的体操生涯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 然后就是因为发挥得很好 我其实没有遗憾 但是如果说就是感觉那种 离开体操怎么说呢 还是感觉会有一些些那种故事 还有那些 但是我觉得因为整场比赛结束了以后 就是我的那个没有疙瘩 因为那么多年的付出 我最后一场 然后比赛也算很好 因为这就是我的实力 所以我没有遗憾 女队的陈一乐 刘金如 罗欢 毛一等 多位名将选择退役 刘婷婷 范逸林两位世界冠军 在全员会之后 也决定暂时告别赛场 我们会记得他们 曾经在赛场上的顽强拼搏 那一个个经典成套 定格成了青春最美好的记忆 有不舍肯定是还有的 因为毕竟练了这么久的体操了 我还是心里还是很热爱体操的 所以我希望以后可以从不同方面的地方 为体操做贡献 退役一个是由于伤病吧 还有一个就是像我现在可能 年龄属于也比较大 能力稍微欠缺一点 就想带带小队员嘛 可能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就是 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就选择退出 再一个就是伤病 可能就是没上奥运会吧 就是你练体操你肯定就是想着 我的梦想肯定是上奥运会嘛 但是每个人可能人生可能都会有遗憾嘛 你想想就是你其实挺感受 就是整个比赛的那种感受过程都挺享受的 就是主要还是伤病的原因吧 就是如果这次歇能完全歇好我的伤病的话 我会考虑再练下去吧 新秀的涌现让人欣慰 老将的坚守令人感动 下个月在日本北九州市井赛结束之后 中国体操队将进入新奥运周期的备战 适应规则调整迎接全新挑战